这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2012年夏天在伦敦的讲话 他决心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欧元 一个月后 欧洲央行推出了OMT计划 准备随时购买欧洲边缘国家的债券 在欧债危机五年的历史上 这是欧洲央行最重要的讲话和最重要的行动 此后市场渐渐平静 但是欧元区实体经济却起色不大 低通胀率和高失业率都是巨大的风险 2013年11月7日 欧洲央行意外将在融资利率降至0.25%的历史最低水平 并暗示可能不排除使用量化宽松 这一非常规手段支持经济复苏 以应对欧元区低通胀局势的新挑战 我身后的高楼就是欧元的发行中区欧洲央行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欧洲央行建置在德国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 在欧债危机期间 欧洲央行动用金融杠杆 最早的为成员国注入了流动性 随后又成为救援的三驾马车之一 协调解决危机之道 但是对于欧洲今后需要怎样的财政联盟 欧洲央行却和距离它五公里之外的德国央行产生了分歧 今天我们将对话欧洲央行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首席经济学家比特·布雷特 共同商讨在欧债危机的过程中 欧洲央行身上肩负的责任 他的难题以及他的抉择 Mr.Peter Bradd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Do you have agreement that the ECB has done enough to support the economy That was very successful But there were several episodes of trouble on financial markets Where the ECB was actually very successful in stopping some of the panic developments That you could see in markets The second aspect is really to support the economy And then we cut the interest rates There was a cut recently on interest rates We all know that ECB is one of the troika But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solving the crisis What was the exact role ECB was playing?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It is true that within the eurozone We have been led to support other authorities Lik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n problems which were specific to some countries Like Greece for example So the role of the ECB Is not the role of having a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In country problems that we have But supporting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body of Minister of Finance In addressing and bringing solutions to problems 之所以普雷特说的这么谨慎 是因为根据欧盟章程 欧洲央行的主要工作目标 是稳定欧元物价 但早在危机爆发的2010年 时任欧洲央行行行长的 68岁欧元掌门人特里谢 就采取了激进的决策 先是在5月为希腊降低了 抵押债券的评级要求 又在6月参与了7500亿欧元的救援计划 随后启动了大规模的国债购买行动 蜂里特罗探索 法院又支出 As you stated,ECB has been criticized of losing part of its independence We have a very clear contract When we enter the institution it's to work for price stability 然而对欧洲央行扩权的批评和质疑 并不仅仅来源于外界 欧洲央行西南角的这座 具有象征意义的广场 就是欧元广场 欧元区就像一个成员众多的大家庭 但是欧债危机却不可避免地 把欧元区分成债权国和债务国两大阵营 不仅成员国之间的矛盾重重 就连同在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 和德国央行之间也充满分歧 有没有其他不同的观点 例如与美国监督 你所说的美国监督 我们所谓的行业 我们所谓的行业 谓的谈论是 如果我们在其他人的政策 在其他人的政策 在世界上 是编程的钱 在结束的力量 在其他人的政策 在其他人的政策 当我们在其他人的政策 不需要帮助 我们在其他人的政策 因为我们会回到 一个政策的政策 但一些人说 当我们做的 你能够务的政策 如果中央监制支援经济,它必须要确定, 它不准确定,制作的努力。 你认为是更可谓的, 在美国的国家有更多利益, 要助于问题的问题? 我们一起在同一种游戏。 当全国,大部分的国家,没有增长, 它在最终的决定会影响了更多的国家。 在全球范围内 欧洲央行还与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 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将外币注入到欧洲的金融体系 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其中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的 450亿欧元货币互换协议 是欧洲央行支持欧洲经济复苏策略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计划货币互换协议 正如普雷特所说 在欧债危机尾声 欧洲央行支持欧洲经济复苏的意愿坚决 如果欧洲的通胀数据 真的长期如预期的那样低 围绕央行是否应该采取更多措施的辩论 将会进一步升温 谢谢大家